好来关心物价的问题 在台北东区呢 有一家卖鸡丝面的 民众投诉太贵了 你看一看它里面的小小一碗 它只有一颗蛋 两根青菜 一片薄薄的肉片 一碗卖八十元 不过店家有所澄清 店家说很多民众呢 坐下来不只是吃鸡丝面 以自我好几个小时 影响到翻桌率 因此不得不定这样的价格 热乎乎鸡丝面看起来超美味 不过却被质疑 这样一碗要价八十块 会不会太贵 吃一碗 由于跟面要六十七十 对啊 可是你吃完就走了 对啊 可是这是就是你坐着聊天的 那一瓶店 一瓶你一天可以做几番吗 老板娘紧急澄清强调 算盘拨一拨食材费 电租金都得算进去 加上有些客人一坐下来 就是好几个小时 影响到翻桌率 时间成本也得考量 才会是这样定价 但仔细看看这鸡丝面里 只有一颗蛋 一点点青菜 一片薄猪肉片 被客人嫌贵 再看看同样是东区的另外一家鸡丝面 价格更高了 要一百四 一天大概算因为你要房租水电人士嘛 基本你一天大概可能就要 成本就要四五万 还不含物料成本 因为我们房租在涨 物料涨 所有的东西 连薄资都长 所以当然相对很多东西都要稍微做一些微甜 业者抱怨 掌声响起 其实140元套餐里有龙虾棒 两颗蛋 青菜 加上小菜 珍珠奶茶 划不划算 顾客心里自有工断 不过油电双掌 不止民众要顾荷包 业者更精打细算 想要假爸和假咖 只能货比三家 主持人新闻 陈嘉明 陈麦威 台北 菜风报道